HELLO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吃得開心 繼續有我YOYO為大家主持 點心就是我們香港人平時都非常去吃的一件事 但其實原來點心在中國來說 都有分北部和南部 今天很開心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些南部的點心 甚至乎這個點心店都是有Fusion的點心 而且非常有創意 今天很開心請到豪王點心的負責人 Hilbert、Gary和Julianna來跟我們聊天 HELLO 你們好 其實我想問你們的點心店比較有創意 很多創新的點心出來 其實你們的點心店主要帶給人是甚麼感覺 其實因為傳統以來點心 通常給人感覺是在茶樓 甚至乎有專門店 給人感覺是比較肥膩 地方不是很寬敞 這次點心店酒的特色 是以西式優雅的特色 我們在裝修中給人一個舒適的感覺 我們有很多安排就是這些長的卡位 令人可以聽著一些輕音樂 一直在休閒的地方吃點心 明白 其實剛才我都說到 原來點心在中國分了北部和南部 其實這兩者主要的分別又在哪裏呢 是的 因為主要是在中國北部 主要是內陸地區 主要是吃豬牛羊之類 而在南部 因為南面會近海 會很容易接觸到很多海鮮 而且南部比較富庶 所以南方的點心主要是做得比較精緻 而北方的點心比較像是小籠包 可能把肉放進去 包到皮就算了 但可能南方的點心會比較精緻 其實為什麼我們平時吃的點心 都是屬於茶樓吃的 都是屬於南方的點心 但其實為什麼他們做得這麼精緻 主要是因為南方那邊可以接觸到 就是剛才我講過 主要是因為很多海鮮 而南方相對來說是富庶 如果富庶的話 那些人的要求比較高一些 那為了迎合消費者 所以傳統來說 南方的點心 一般來說都會做得比北方的點心 更精緻一些 嗯 其實可能我們普通吃粵菜 可能都會集八階之城 就是唯一一個菜式 其實一些點心會不會有這樣的效果呢 都會有的 例如說現在壓慢慢的 在香港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很多時候會做一些我們叫做fusion 即是說放一些外國的東西 尤其是日本東西 因為日本人是很受香港人的歡迎的 例如我們那裡都會放一些 例如日本的特色雷華三文魚 進去我們的點心那裡 嘩很特別 會想到其他國家的 這些就是我剛才說的一些fusion的點心 沒錯 今天都很好 他們都帶了一些很有特色的點心 上來介紹給我們 首先不如說這個豬頸肉 當然可以 好 其實這個叫做金絲豬頸肉 嗯 你看到其實除了豬頸肉之外 旁邊還有一些薯仔絲 薯仔絲 是的 哦 因為其實豬頸肉來說 就比較偏油膩和豬肉 有些滑 但是當然我們的師傅 都用了一些特別的方法 例如 初頭要用中火慢慢去炸它 到尾聲就要用一個猛火 逼油出來 那就已經較為小油 而年輕人都比較接受一點的 如果再加上一些薯仔絲 因為它混了一些糖 醋 還有少少麻油 那 夾在一起吃的感覺就挺棒的 哦 即是它裡面都會有少少這些醬料 是的 其實我知道了 看到它 因為 我也會覺得很新奇 就是用到豬頸肉和薯仔絲 去做這個菜式 其實初頭為什麼會想到這個意念呢 因為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怕太油膩 反而你加一點不是肉的東西 之後呢 感覺新鮮些 那他們吃下去就會覺得 清新些 是 健康些 每個人都說少油少鹽 然後有少甜 是的 但是其實用了薯仔絲 它最大的好處 就像剛才你說 就是說都會有少少開胃 沒有控制 但是其實我想知道 可能豬頸肉 那損材其實都很重要 那其實在損材方面又會怎樣的呢 是 當然要用新鮮的豬肉 嗯 然後呢 要控制火候 控制得好 因為如果你做得老的話 哇 好像煲湯牛肉那樣就不好吃了 是 所以最重要都是 吃中 剛剛好 是的 好明白 好了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豬頸肉之後呢 那就到 其實我對那個呢 很有興趣 就是用紫菜包著的 其實那個是什麼呢 對 這個就是紫菜的糯米雞 啊 紫菜的糯米雞 是的 因為我們覺得傳統的糯米雞 它始終糯米比較滑 吃得多你就會覺得很容易飽 哦 而且我們又想嘗試一下一些新鮮的口味 就好像做了出來的感覺 就類似日式的飯糰一樣 但我們試了出來 是的 市場都頗接受的 很多人都試 試完都喜歡 是啊 因為它的感覺就好像很大塊的壽司 是啊 但其實它裡面呢 有什麼材料 是不是都是一般的 都是一般的糯米雞 糯米雞 糯米雞的材料 是的 即是有一些 豬肉 豬肉 蝦米 等等 但其實這個這麼有趣的點心呢 其實它的烹調方法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跟傳統的糯米雞都差不多 不過當然製作上都有少少改良 是的 這個就是當然我們師傅秘製 秘製 是的 即是不能說的 哦 好吧 其實這個點心我都覺得非常之特別 因為它又符合我們現在的青人口味 或者其實大小都適合吃的 好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點心之後呢 就到它前面的 那個平時我們可能去茶樓都會吃開的這個腸粉 其實這個是什麼腸粉來的呢 這個是我們的豬潤腸粉 豬潤腸粉 其實呢 豬潤腸粉呢 在三四十年代左右呢 是一個主流的腸粉來的 和蝦腸啊 叉燒腸那些齊名那麼受歡迎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呢 越吃越少人 可能他們越來越注重健康 或者不喜歡吃內臟 那就越來越少酒樓做 那我們就覺得傳統的東西其實都有它的好處 然後呢 就再次重建江湖了 是 其實呢 其實呢 豬潤呢 會說 在做的時候會不會有什麼功夫呢 絕對有啦 那豬潤來說呢 最重要是令到它夠粉 夠粉 是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秘訣呢 首先呢 我們會把豬潤洗乾淨 是 然後呢 將豬潤切片 嗯 切片之後呢 將它均等切到一粒粒 然後呢 好了 將它均等切到一粒粒呢 就要用一些醃料 還有一些薑那些調味料呢 去醃它 因為不會太腥 嗯 到它做的時候呢 火候也都要拿捏得很好 是 如果不是呢 那些豬潤如果你做老了 又是柴皮 很難吃的 嗯 其實呢 為什麼呢 剛才我聽你說 都要將豬潤切粒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如果切粒的時候呢 它熟的程度就比較均等一些 嗯 你就不會吃到有些生有些熟 嗯 但其實這個菜式 其實都是一個傳統的菜式來的 還是你們都會有一點點改良呢 其實是一個傳統菜式來的 哦 其實呢 因為可能我們吃豬潤的時候 有些豬潤醬粉 其實它的醬料方面呢 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都是用自己調教的 腸粉醬油 那要用很多種不同的材料混合 再加上豬骨 很久 其實你經常聽到那類的 那類小的醬汁 哦 其實挺特別的 因為我剛才在想 因為通常我們吃開的 都可能是用一般的醬油 但是其實剛才你說 那個是自製的 是啊 我們是自製的 哦 但其實那個 可不可以透露一點點呢 其實那個方法是怎樣的呢 呃 詳情呢 都沒有特別是甚麼 formula 不過呢 我們有些秘訣就是 譬如 腸粉上桌的時候 我們首先 那隻碟都會是熱的 嗯 所以那些腸粉放進去 就不會冷的 嗯 然後我們的腸粉醬油 就會用一個 類似微波爐的爐子 炒著 那些熱辣辣的醬油 淋下去 就會比較好吃 嗯 明白 好了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 豬潤腸之後 就到我面前的這個了 其實這個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就是我們 獨有的鰻魚腸粉 鰻魚腸粉 是的 哇這個好搞笑 即是 它裡面是鰻魚來的 是的 但其實為什麼會想到 用鰻魚做腸粉呢 因為呢 其實我們想嘗試是 用不同的受歡迎的食物 去做一些特別的腸粉 嗯 然後呢 我們試過 例如三文魚 或者其他魚的感覺都不是太好 是 反而呢 鰻魚做了出來 大家都很喜歡 嗯 然後那些年輕人吃過都很喜歡 是啊 因為呢 還有我覺得其實 感覺一定會很特別的 因為平時我們吃開腸粉 都可能裡面都是用 普通的叉燒腸粉等等等等 但其實這次呢 這一個就是用鰻魚 但其實它最好是用 就是我看到上面都有些汁 其實它是用了甚麼汁去做的呢 都是用鰻魚汁 用鰻魚汁 就不會用普通的腸粉汁 為什麼 你們可能都會試過 用鰻魚汁是最好的 是啊 那個感覺是 口感最好 就是先打出鰻魚的特別的濃味 嗯 但是呢 因為我們平時可能普通的 叉燒腸那些 那些制法就不難的 但其實鰻魚的腸粉 那個制法方面是怎樣的呢 其實那個秘訣都是火候的拿捏要準 如果不是你做得久一點 那些鰻魚就會溶了一匹 那口感就不好了 哦 絕對是需要功夫去調教火候 就是最重要是火候掌握得好 令到它的口感就可以保持 好 明白了 謝謝三位的 相信各位觀眾看到這麼多 這麼有特色的點心都流了口水了 不過呢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回來繼續吃得開心 百年老號希臘酒莊 優質葡萄 結合千年古希臘釀酒方法 延續酒香文化 Santale 電量高專利設計輕巧安全 A-Magic的Magic One 外置慢用手機充電器 透過智能手機配搭D-Link IP Cam 全方位收睇即時流暢影像 用智慧改變世界 讓科技改善生活 一一科技有限公司 嘩嘩嘩嘩 夜媽媽不斷扯 可能是氣管敏感 長期氣管敏感 好易有發酵喘 現在已經有口服藥物 可以控制徵狀 一個全新秘密 令你看起來更年輕 暫身拿生科技 納黑白 咦 沒進來咬你 用了多樂士加麗安環保七 可以了嗎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道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北印度咖喱 新辣重口味 滋味羊肉 香脆薄餅 多款正宗飲食美食 盡在潮爆七衣咖喱王 天然純淨無雜質 高級金絲燕窩棧 滋寶養生 中盡燕窩狀 HEQ是日本最強的頭髮增生技術 查詢 6416-7330 6416-7330 CANTAS手錶 以卓耀永恆設計 高品質及合理價格 滿足消費者的要求 視像的外形設計 適合每天配戴 中華傳統醫學精髓 結合現代化科技 以一精二推三岸四貼的 獨特保健手法助理延年養生 精算人體力學 貼合孩子體型 挑選輕巧用料 關心脊椎健康 心思設計本色多 科護備志係專科 護隻書包的始祖SPI 滋陰養顏 保慎固精 花膠大黃 海味中的極拔 火獵 好 歡迎大家繼續回吃得心 繼續有我YOYO 為大家主持 當然不錯只有3位嘉賓 就是豪黃點心的負責人 HUber Gery Juliana 就是繼續跟我們聊天 Hello 你們好 剛才我們也介紹了一些新派的點心 其實我還有一些問題想問你們 因為我知道你們的點心 這麼新派 這麼有創意 但其實在開始去想這些Fusion的點心 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的地方 或者選材方面會不會有什麼難題 是呀 有 絕對會遇到不少的困難 其實我們的概念就是 儘量希望將我們香港人喜歡吃的東西 如何融合到點心 例如我們大家最喜歡吃三文魚 去吃壽司 都會叫三文魚刺身 但是我們嘗試過放在腸粉上 但是三文魚就滑滑滑滑滑 吃了出來的感覺怪怪的又做不到 所以要不同嘗試不同的配搭 其實可能要開一間有創意新派的點心店 其實要經過不斷的嘗試 挑戰才會做到現在這樣 出來的效果是不錯的 嗯 明白 那我們現在就到介紹點心的時間了 我想問一下這個 就是我前面的這個魷魚鬚 其實平時我們都很喜歡吃 其實這個魷魚鬚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其實現在魷魚鬚都不是太多酒樓會做的 那這個魷魚鬚我們盡量用一個方法去披掉那些油 讓它沒那麼油膩 讓年輕人吃得更放心一點 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平時去茶樓都不太敢壓魷魚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多油 那其實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它吃得更清爽一點呢 好 讓我嘗試介紹一下製作過程 那首先當然要先清潔好一些魷魚 是 清潔了一些比如吸管那些衣 要弄乾淨它 即是很繁複的 那接著再沾粉呢 用一個慢火去慢慢炸它 炸到一段時間之後 尾聲的時候要用一個大火 然後把所有油都拔出來了 噢 這樣很好 即是它令到我們可能吃下去 即是我只看一看 其實我都感覺不到油膩的感覺 其實我想知道 因為可能有時候我們吃魷魚鬚的時候 最怕就吃到一種很韌的感覺 其實要怎樣去處理它 才可以令到它剛剛好就脆脆脆的呢 這個始終都是要靠師傅 對於那些用油的時間的控制 但是以它們的經驗 當然都可以做到爽滑 不會硬 不會過腦 嗯 其實這個魷魚鬚會不會 都是很受歡迎的 都是受歡迎的 之中年輕人都喜歡香口的東西 但是就不可以太過油膩了 是 因為其實現在的 可能現在的茶樓 都可能少見了 就是魷魚鬚這個點心 但是其實看到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 好 我們介紹完這個魷魚鬚之後 就到一個非常之特別的點心了 就是這個 長春卷 其實這個春卷 用了什麼餡料在裡面 首先 它就是我們蠔黃點心的招牌菜 就是三文魚 長春卷 其實裡面 除了三文魚之外 還有蝦 是一個黃金的比例 三分蝦 一分三文魚 因為如果你只是三文魚的話 我們嘗試吃過 口感就沒有那麼好 因為它太軟 但是有蝦 就會爽口一點 然後再點上我們旁邊的 日式的芝麻醬 就會很新鮮 很豐富 其實這個點心 都非常之特別 因為平時我們吃春卷 可能裡面都只是蝦 但是裡面 現在它就加了一些三文魚 但其實一開始 它怎麼想到這個點心 因為平時我們吃的春卷 譬如雞絲春卷 它太厚 和比較粗 你一咬下去 會有很多皮 炸在你的口裡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油膩 但是我們這個 幼身而長一點的長春卷 你吃下去 你又不會太大膽 你再點一點點 再咬下去 你會覺得那個皮 和裡面的餡的比例 是會更加好的 其實它裡面 除了蝦和三文魚之外 還會不會有其他的醬料 還有啊 我們加了這個芥末 進去裡面 是嗎 因為其實它挺配的 你知道大家吃三文魚 一定會加一點芥末 然後其實加進去裡面 你吃出來的感覺 你會更加熟悉 和豐富一點 嗯 這個點心真的很有趣 裡面有蝦 有三文魚 吃下去的感覺一定很有趣 但其實吃春卷 我們通常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它炸得太過老 這樣就令到口感不太好 其實怎樣可以令到它炸得剛剛好呢 都是要靠我們師傅的功力 嗯 我想知道了 你剛才也說了要點隔壁的那個醬 那個配搭是最好的 其實那個醬是有什麼醬料在裡面的 其實這個是你在日本餐廳吃 譬如沙律的時候 它都會放另一支日式的芝麻醬 因為之前都試過其他的醬 譬如泰式醬 還有沙律醬 但感覺就很平淡 我們就一試過這隻 嗯就是它了 噢 然後就覺得嗯 味道很搭辣 但其實我想知道 我看到他們的長度都比較 你們的春卷都比較長 其實為什麼會特意想到 用長春卷去做這個點心呢 正如剛才說過 它比較幼身一點 吃下去的口感就沒有那麼多皮 沒有那麼油膩 然後整個長春卷 這樣放在這裡 其實我們覺得外觀都會較為吸引 嗯 而且其實吃起來 我覺得都挺好的 就這樣拿著一條這樣吃 感覺都挺滋味的 好過那些短身一點的夾 感覺會好一點 好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非常之特別的春卷之後 就到這個馬拉糕 其實這個馬拉糕呢 我看到它的樣子 其實跟我們一般吃的有點不同 其實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這個 那我嘗試簡單講解這個馬拉糕 好 其實我們首先用這個馬拉糕的原液 混合好之後 師傅就用一個特別的方法去蒸這個馬拉糕 然後你出來看到層次是有 上面是類似我們一般傳統的馬拉糕 然後下面就好像一個黃金糕的效果 對呀 我就是想問 為什麼好像看到兩層不同的顏色 對呀 其實師傅用了一個特別的方法去處理 等到你點一個馬拉糕 然後可以有兩種口感 挺特別的 哦 即是它裡面就是加了一個 下面底層就是黃金糕 上面就是馬拉糕 其實要把這兩隻糕放在一起 你剛才都說要用一些特別的烹調方法 其實那個烹調方法大概是怎樣的呢 烹調方法就是我們小小的秘密 最多我下班告訴你 好 好 這個也是可能非常之厲害的一個方法 烹調方法 好 那我們就不問了 我們就問下一個的菜式 就是這個 平時我們可能去茶樓都吃開的 就是我前面的這個 是不是叉燒包來的 沒錯 這個我們叫做脆皮麥犀燒包 脆皮麥犀燒包 對 為什麼這個名字這麼有趣呢 其實大家在麵包店都有吃過麥犀燒包 我們叫它脆皮麥犀燒包 就是因為外面是麥犀燒包 裡面就是叉燒包的餡 但是其實為什麼會用到麥犀燒包 去做這個點心 對 因為我們嘗試過 想一下還有什麼其他的包 可以做得特別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想了這個麥犀燒包 然後跟師傅研究過之後 用特別的方法去焗了它出來 之後呢 裡面又要保留著那些叉燒的肉汁 新鮮出爐的時候 就非常好吃的 有特別的烹調方法 當然有人不能說的 當然了 明白 因為這個其實我看到它 你說用麥犀燒包 其實我看到感覺就好像很脆的 其實是嗎 是的 其實煮這個脆皮麥犀燒包 是蠻反覆的 好像師傅跟我們說過 它的難度等於你轉體360度 打幾個關斗去跳碎 是這樣的 還有那個 保持它的溫度 都是一個很… 即是有難度 難度令我們幾煩惱的 但是 如果保持它的溫度好的話 它熱鬧鬧的時候 是非常好吃的 即是出來的感覺 口感就很好 是的 明白 即是看到都流口水 好了 我們說完這個包之後 當然我們去茶樓喝茶 或者吃點心的時候 不少這個蝦餃和鮮奶 不如我們先說蝦餃 其實通常我們都說 做蝦餃要做到皮薄餡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其實這個 是怎樣做到這麼晶瑩剔透的呢 是的 其實蝦餃是很考師傅的功夫 因為你那些皮 那些蝦和裡面的肉的比例 是一個黃金比例 你一定要做得很好 大概怎樣呢 大概是怎樣 詳細呢 就很難在這裡解釋給大家聽 不過有些竅門就是 譬如你拍些皮 和蝦餃裡面的接數 你都要很準確去做得 那除了蝦餃之外 當然燒賣都非常之重要 但其實我想知道 這裡的燒賣有什麼特色之處呢 其實你看外觀來說 我們那些燒賣很特別大顆 其實給人的口感很豐富 在特色裡面 其實一般來說 人們以為燒賣是用機剁 剁得很碎 但我們這個燒賣 師傅很講究 用人手剁之餘 因為它的肉就是一粒一粒 它不會碎掉 那麵頭上面 我們特別採用 一些湄公河的鮮蝦 那就是有個很新鮮的感覺 那就是一令到食客一坐下 看到 嘩 燒賣這麼大顆 對呀 我也覺得是 我看到都覺得 咦 很大顆 謝謝 今天真的很開心 有Hubert Gary 和Juleanna 上來跟我們介紹了 這麼多心派的點心 非常之有創意 又有好味 如果各位觀眾 對這些點心 有更多的查詢 就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就是2722-6866 或者有觀眾 想重溫我們節目 也可以進入這個網址 就是www.apus510.com.hk 又或者有自動手機的觀眾 也可以上到App Store畫面 下載APUS 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我們節目 不過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跟觀眾說拜拜 拜拜 拜拜 拜託